这个月16号有驾驶行精省到台16线 南投急急路段的时候 让宠物狗呆在驾驶座 而且狗狗的头还有前肢都露在车外 乍看之下仿佛是毛小孩代驾开车兜风 也让行进的用路人看了很傻眼 对此警方表示宠物坐车跟人一样 严禁把头还有身体露在车外 依法最高可处18000元发还 陈先生开车开到一半被隔壁驾驶吓了一大跳 因为 仔细看居然有一只身上还有千绳背带的柴犬 探出头在驾驶座内悠闲兜风 这个月16号有民众行经台16线 急急拦合燕路段时 赫然发现一辆轿车的驾驶座内 竟然坐着一只狗 而且狗狗的头部与前肢全露在车窗外 让他直呼超傻眼 就怕狗狗会影响新车安全 这样子后视镜的角度没办法看 很危险 由动物训练师实测将可爱的彩柴摆在腿上 光是要操作方向盘就有难度 由于这个路段是通往水里 信义以及日月潭等风景点的重要道路 不仅车流量大车速还不慢 若是狗狗在行车中躁动起来 后果不堪设想 固定好之后让狗在这个保洁垫上 主人去安抚你的狗 这样子的话狗会知道在这个保洁垫上 影片中我们的汽车载着狗 把这个头跟他的脚伸直窗外 依照大陆交易规划条例 可以规划新台币三千元以上 一万八千元以下的罚盘 警方提醒宠物坐车跟人一样 沿进江头与肢体露在车外 在车内时也应该寄妥千绳 避免在车厢乱窜 如果肇事最高可除两万四千元的罚盘 宠物如果因此受伤 更可依动保法裁处 九阵如城南投报道